好 接下来关心中东地区的大战线 这是为了因应 叶门青年运动这个武装团体 不断地袭击在红海航行的商船 我们前两天也特别关注了 就是美国成立了 十国联合巡航的一个联盟 他们展开这个行动 叫做繁荣守护行动 那在这个行动发起之后 最新的进展就是 希腊跟澳洲这两个国家 也宣布要加入 但奇怪的是 澳洲表示说 澳洲的战略焦点 仍然是维持在印太地区 所以澳洲防长 画面东张看到这个马勒斯 他就表示说 不会派军舰或军机 但是他也驳斥澳洲反对党 他们内部所说的 不派军舰来参与护航 会让澳洲显得是 在美国这边比较不可靠的盟友 他指责这种说法是明显的荒谬 可是问题就是 我们想问的是 特别请委员来帮我们解读一下 澳洲说他们要宣布 这个十国的巡航 要加入这个联盟 可是又不派军机跟军舰 大家想说那为什么 他们只想出人 一种溢柱 一种赞助 但是要派军机跟军舰 会被解读为说 站在以色列那一边 对于澳洲跟穆斯林国家的关系 反而会有负面的作用 所以你看看这十国是什么 美国、英国、巴林、加拿大、法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跟塞希尔 你看到这十国你就可以看到说 美国好像在国际声望有点的凋零 所以这个是 罗斯最喜欢看到的那种政党轮替之前的政治这个象征就出现了 一个堂堂的美国总统号召出来 你说英国、法国、意大利也还像话 荷兰也抽了点鞭 德国啦 日本呢 最需要大量产品的日本嘛 最需要红海的日本啊 还有美国的小弟韩国呢 怎么都没声音啊 这对美国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警讯 你可以先快速反驳一下 其实我对澳洲非常失望 我觉得他们没有 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出军舰跟军机吗 当然要不然我们为什么给他们AUKUS 那为什么他们 澳洲是有军舰的 加拿大是比较少的 可是那澳洲讲说我要加入这个联盟 可是他们不派军舰、军机 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以后会后悔 你觉得是会后悔 对 好那拉回来看到说这十国 我怎么会当于要惩罚澳洲是不是 对 韋悠那我继续请教你 那这十国你说这个联盟它护航 你觉得现在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失败跟成功的问题 你要先看看 胡赛武装部队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第一个他抬高他自己的政治声望 他目前还是一个军阀形态 他没有办法得到其他穆斯林国家 正式承认他是一个政府 他需要取得这样一个合法的地位 第二个他希望说在以哈战争里面 他能够扮演一个穆斯林很重要的代表者 你看其他穆斯林国家都不敢出声 只有我敢出声 再第三个他可以用这个方式跟美国来一个谈判 因为只有美国来跟他谈判 那就有办法带动其他的金主 因为在他身上有更多的裁员 要不然的话他也苦哈哈的 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 所以打的是政治算盘 那真的会对他有所攻击的不是这些国家 那基本上是以色列才有能力 可是以色列现在已经忙翻了 不可能去打他 所以这对这安全的过渡期 他玩这个政治游戏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一个political game 对而且更重要的他一再宣布说 中国的船我不打 俄罗斯的船我不打 换句话说 跟以色列没有站在一起的我通通不打 那只剩下针对以色列后队跟以色列站队 美国船你敢打吗 你当然不敢打 然后对于这个所谓以色列 以色列没有船 你看过哪一个国家 或人是挂以色列旗船 以色列的有钱买了很多船 都挂在英国跟挪威的身上 所以你看看挪威才跑出来凑一脚 还有荷兰 就是以色列船是挂在他们身上的 刚提到说这个胡塞 这个青年运动领袖 他们也就扬言说 如果华盛顿对他们进一步升高局势的话 他们说他们会攻击美国的军舰 而且说任何美方针对夜门 我们的行动都将会沦为我们的攻击目标 好 现在就是说 如果你敢攻击美军的军舰的话 当然美军一定会反击的 可是这个反击是第一步 但接下来会引发什么样一些连锁的问题 连锁的问题就是像我们刚刚讨论的 很多国家不知道要选哪一边 因为他们怕得罪阿拉伯伊斯兰国家 因为目前很多伊斯兰国家 他们对美国非常不满意 因为美国是支持 就像委员刚刚说的 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在加沙这个战争 所以很多国家真的是不知道会要改宣哪一边 包含刚刚委员刚刚提到的 最需要红海的南航跟日本 对 所以一定会有连锁效应 但是如果青年运动攻击美国军舰的话 美国一定会用海军和空军的力量在反击 但是不会先发制人 会等到青年运动真的付诸行动 攻击了美军以后 美军才会有回应 我们美国也爱和平好不好 我们不会主动攻击他们 但是如果他们攻击 不管是我们军方或一些火运的船 那美国一定会有反击 要不然为什么组织这个十国的联盟 好 美军爱和平 这是Russ讲的 CNBC报导说 拉回到我们现在讲说 因为红海现在因为这个夜门的攻击 确实让很多各国的商船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这个牵扯到货物如果被攻击 这个是损失非常的大 当然这个红海危机持续的发酵 现在确实也看到连带的使得 12月21号海运价格的天花板 就是顶已经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飙涨 从上海到英国的40尺的货柜 海运的报价飙上了1万美元 但是在上个礼拜的报价是多少呢 40尺的货柜同样的一个规格 只要2400美元 现在连卡车运费在中东地区的运费 都上涨超过一倍的情况 所以这运费也涨得实在太快了吧 我要问大千委员是 刚刚讲到说是军事上的连锁反应 那现在经济上接下来连锁反应怎么办 我想其实这个红海的危机 它真正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以哈冲突 就是其实全世界很多国家 包含很多民众 对于以色列这种无差别的屠杀 平民的这种做法 其实大家已经是那个民怨沸腾了 可是你迟迟看不到一些国家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大家就只会声援 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帮上任何一点忙 去制止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认为这个燕门的这个胡塞武装部队 它之所以最后要走上这样的选择 它就是必须要让这件事情变成一个国际事件 而且变成你们不得不管的国际事件 就把它闹大 对就是因为如果它再不做一些具体的动作出来 比如说它还是持续的维持 它去攻击以色列 它跟以色列还有一段的距离 不是这么好攻击的 那么是似乎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状况 所以它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我把这个事件变成一个区域的地缘政治事件 它不只是以哈了 反正你们大家当时没看到 那我现在把它闹大了 总要解决吧 不解决整个鸿海地区的这个运输都会发生问题 而且如果你看一下鸿海的位置 它在苏伊士运河的下面 所以其实欧洲的货物跟北非的货物 包含中东的货物 其实都需要经过鸿海 而夜门又占了一个非常战略的位置 它就在鸿海的这个出口点 所以它只要对鸿海航行的这些舰队船只展开攻击的话 马上就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贸易运输的问题了 那刚才你提到说 为什么现在的这个航运费用会升高这么多 因为大家不敢走这条路 所以他们就只好绕最遥远的那个好望角那条路 好望角那条路是非常远的一条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运费当然会升高 不管是陆路的运费 或者是海运的运费都会升高 所以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如果走海望角的 好望角的话大概航程会增加9到14天 这个成本一定会增加 那现在看到说 因为就刚才大前委员的分析是说 就夜门这边来讲的话 它就是要损害大家利益 然后把它弄成像国际事件 伦敦国王学院在画面的右下方 这位教授他说美军会被青年运动给搞垮吗 他是分析了美军的拦截能力 他说美国驱逐舰拥有地对空飞弹 五英寸的主炮还有其他近距离的武器系统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美军先进的空中拦截武器 像飞弹平均的成本高达200万美元 拿来如果拦截说夜门那边发出来的无人机 这样实在是不符合成本效益 而且说拦截一次恐怕要赔一次 因为他也说如果用来保护这些商船 美军动用这些军舰 动用这些武器成本太高 最后有可能会造成一件事情 就是美国的征税会提高 所以也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成本的难题 那这样的话这个问题怎么看 还有就是说这样的成本问题 会不会进一步使得伊朗或者是夜门 我刚刚讲到这些武装力量 反而对于反美的势力是更加的扩大 这个报告我觉得根本是为言耸听 美军没有那么差 你想想看俄乌战争的时候 用了那么多无人机怎么打下来的 没有人用什么导弹 飞弹 刚开始也真的是 平拿心讲不太搞清楚状况 是有用小型的飞弹去打 成本也非常贵 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发展出来了 很多不同的方式干扰 拦截 摧毁 各种武器 何况美军现在我看他的各个武器研究所 已经拼命在研究更低成本的 比无人机成本更低的一个攻击的方式 这个战争史上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说你一个便宜的作战方法 一定会有另外一个更便宜的作战方法 可以来抵消你的功能 对 所以刚开始比如说那个美国动不动 就是我有M1坦克 我可以去摧毁你这俄罗斯的庞大军队 现在已经告诉乌克兰说 你不要把我的这个M1坦克 拉到25公里的作战区里面要躲外面 为什么 不是有一台不是才在战场上 吊在那边然后被那个 对啊 搞不清楚状况嘛 以前也没有人想过说会有这作战方式嘛 可是问题是俄罗斯出动打那个坦克的无人机 也是昂贵的 也不是便宜的 所以美国搞的所谓死神无人机又贵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要以量取胜 反正各国都在想办法来改变这个形式 美军有很便宜的方式 可以来制这个胡塞武装的无人机 没有大家想像中好像美军一副很不堪作战的样子 没这回事 再来他的这个胡塞武装自己要想一想 他发射的这些什么飞毛腿 那已经上一世代的这些飞弹 或者这些无人机 他的基地很容易被战斧飞弹给摧毁 所以他的代价很 对 但代价也是非常的昂贵 那也不是说美军海军陆单队上来 你跑就好了 问题是没有错啦 他不像那个所谓的加萨走廊 哈马斯没地方跑 他可以跑很远 可是问题跑很远 你才跑回来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美军处理胡塞武装 是政治问题的考虑 不是军事问题的考虑 那这个当然是危言耸听 好像美国要把他的老本押上去打胡塞武装 不需要 总的来说 其实真的是打过才知道 是战争在打的过程当中 大家透过不断去优化或改良 然后了解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武器的部分的话 因为打仗真的是非常花钱 刚刚不是吹嘘英国的什么暴风营 哇 飞弹多厉害吗 吹嘘这个什么暴式坦克多厉害吗 结果在新型的无人机战场上面发现说 无人机加上卫星的通讯 标定这些武器的准确度太高了 搞个老半天 竟然这个俄罗斯用最传统的这个炮弹 以前火炮 因为我们以前在军工嘛 在兵工 所以在打这个的准确度很低啊 现在没想到几乎是百花百重啊 对 因为我刚刚讲说 拉回这个冲突的点 就是刚刚讲说以哈的冲突 就是叶门这边 那当然根源还是在于说以哈冲突 现在哈马斯对以色列放话说呢 只接受结束战争这个选项 不接受战时停火 因为这些两天也说 是不是要战时停火来换人质 不接受 那他也就是说呢 如果不是结束战争的话 他们就不会释放 目前在手上的人质 当然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讲狠话 就是回响说呢 哈马斯成员只有一个选择 就两条路 要么就是投降 要么就是死亡 现在巴勒斯坦的当局统计呢 加萨在十个礼拜以内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两万 包括了八千多位的孩童 跟六千两百位的妇女 但是大家问一个问题是 这场战争到底会打多久 现在取决于什么样的因素呢 大行为 当然这场战争要打多久 要取决于 以色列政府背后的支撑 他的力量 什么时候能够劝服他 或者是硬逼他做出让步 那么现在看起来以色列 这个纳坦雅胡政府的立场 是非常坚定的 他是没有动摇过的 你说美国派了布林肯 美国派了这个苏利文去 他的立场还是没有动摇 他还是看起来就是要主张 把这场战争打得天长地久 然后把这个巴勒斯坦人 全部赶出去这个加萨走廊 然后他要重新占领 重新回到当年六日战争之后 这个以色列占领加萨走廊 这样的一个局面 所以如果要走到 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这场战争 恐怕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关键问题来了 就是说今天全世界的人民的耐心 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 我们容许你处理哈马斯 可是不是像这种处理法 像刚才何隆你提供的数字 死了两万多人 八千个儿童 六千个妇女 所以一万四千个 一万四到一万五千个 根本就是无辜的路人甲 跟路人蚁 这人都还不是哈马斯 更不要讲说其他那五千个 六千个那个男性 到底有多少是哈马斯 都还不知道 就莫名其妙的这样的屠杀 而且以色列现在的屠杀 已经到了 其实连美国都很难容忍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CNN 看到这个犹太人开的 这个纽约Times 他们的立场跟论述 都已经渐渐的 这个离开 脱离了以色列了 那么包含现在的媒体 是不断的在评估说 明明以色列就有高精准 这个可以锁定目标的炸弹 为什么他要用这些毫无精准程度 用滥炸的方式去解决整个加沙走廊的问题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反映出来 国际社会认为 你以色列就是想把这些人都炸死 然后你想要占领这块土地 你想要把这个 这个我们所谓的genocide 就是你等于就要把巴勒斯人赶尽杀绝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对以色列都是不利的 而且你也看得出来 拜登的耐心也在失去当中 对所以现在看着说 以色列就是如果真的坚持下去 不妥协的话 后续到底会引发哪些国际的效应 还有包括大家想问的是 以色列到底有没有中战计划 这些持续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来关注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